我晚上说的是关于这个还是这个多重循环啊 刚刚我们是把这些运算的东西都捋了一遍啊 刚我们在现在才说的还是这个多重循环啊 多重循环语句的话就是这个if else什么else这些东西是吧 那么多重循环语句的话 其实实际上呢我们还可以用什么呢 用这个switch语句来代替啊 什么意思呢就这个switch也可以 也可以做这种多重循环 而且怎么样呢 这个switch语句怎么样呢 是比这个什么呢 性能要高一点是吧 如果说你碰到这种多重循环的话 怎么样可以把它啊 尽量用这个switch语句来代替啊 switch语句啊 switch语句的话是怎么写的呢 就是类似于什么呢 啊比如说定义一个变量 然后switch是吧 然后一个ino 比如说这个ino这是你定义的值啊 然后这个是每个值 这个相当于是elseif的那个值是吧 elseif如果是1的话 elseif如果是2的话是吧 然后的话它里面有个break是什么呢 是结束当前的这个 当前的这个什么选项啊 结束当前的这个运行啊 就是这个条件如果满足的话 就执行完了之后就结束整体的这个运行了啊 这个意思啊 就是switch语句的话怎么样呢 比这个ifl是多重ifl是怎么样呢 性能要高一点啊 性能要高一点 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么昨天这个讲的这个 啊 昨天讲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 昨天讲的一个换肤啊 换背景色是吧 换背景色啊 好这个 好这个例子是吧 这个例子啊 这个例子的话我们把它稍微改写一下啊 改写一下就可以了啊 好比如说这个就是放到这里来啊 这个是005啊 005 然后是 这个是switch switch语句啊 好然后来看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的话把它改一下是吧 这个把它改一下啊 改一下怎么改呢 那么改成这个switch语句是吧 好switch语句的话 那么是这么写的是吧 这么写的 它是先是一个switch一个什么呢 这个破号是吧 小破号啊 比如说是switch是吧 switch啊 好switch后面跟一个小破号是吧 小破号比如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ivic是吧 ivic啊 ivic 然后是什么呢 拿一个什么呢 画画是吧 画画啊 画里面然后把这些条件写进去是吧 条件写进去啊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是 k字一个1是吧 k字一个1和k字一个2啊 好 比如说是这个k字1的时候是吧 k字1的就像是什么呢 一乎这个什么等于1的时候是吧 好 这个是假如是这个k字啊 1的时候 然后两点是吧 然后干嘛呢 就是啊 好 那么的话就是做这件事情吧 就是做这件事情是吧 做这个事情是吧 把它把它换成这个够子是吧 然后的话是 这个是吧 好 做这件事情啊 好 做这件事情干嘛呢 做这件事情做完之后要干嘛呢 是吧 好 k字1啊 好 那么再来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什么break啊 break这样子的啊 break就是结束这个 结束这个什么条件啊 结束这个条件的运行 就是结束整体的这个运行啊 要不然的话 它会接着往下匹配的啊 接着往下匹配啊 好 这是这个啊 body 好 那么接着再来看一下 那么再来一个什么呢 k字 k字2是吧 k字2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一样的啊 k字2的时候 那么 把它复制一下吧 k字2啊 k字2啊 3 3啊 4 5 好 那么是分别把这个颜色改一下是吧 这个是green吧 green啊 好 好 这次k字1要35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好 那么最后的话 如果说你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如果不满足这条件要干嘛 是不是这样的啊 如果不满足这条件要干嘛 那么还有一个什么呢 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的话是一个default default default的话就是说前面的条件如果不满足的话就做default这里面的事情啊 default里面的事情啊 好 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default的话就是直接这么写是吧 拿一个什么呢 default啊 A-U-L-T啊 default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 我这个是什么 最后一个else吧 这个else就是说除了周一至周五之外 是吧 如果不是周一至周五 那么就是这个是吧 这个啊 再拿一个这个 好 这一句是吧 好 这一句完了之后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地方就不用写什么break的 因为它是最后一句吧 是吧 最后一句啊 好 这个的话就怎么样呢 也可以代替这个什么呢 代替这个 多重default语句啊 这么写之后怎么样呢 它实际上是什么 就是性能比它更高一点啊 性能比多重default更高一点啊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 那么跟它的效果应该是一样的是吧 也是个绿色吧 是吧 绿色啊 比如说我把它改成这个什么呢 改成这个三啊 改成这个三啊 改成三的话那么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个粉色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个switch语句啊 原理是一样的 原理都是一样的 好 主要是这个switch语句的话 这个写法可能就是说 有时候 大部分时候不会写这个啊 有时候会写到是吧 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说 有时候不记得是吧 不记得这么写 需要过来看一下啊 因为它的使用频率不是太高啊 就是用到这个多重循环的时候怎么样 过来要看一下这个语法的写 写法啊 那么它的写法就是什么呢 记得要写一个breaker是吧 写个breaker 这个breaker的话是结束这一块什么 执行完之后结束整体的运行 要完的话怎么样呢 它接着往下匹配啊 接着往下匹配是吧 是什么呢 是多余的是吧 多余的都匹配不上嘛 是吧 匹配不上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switch啊 好 可能的话用的不多啊 用的不多 大家可能是需要怎么样呢 就是用到的时候什么呢 需要过来看一下这个写法啊 有一点有一点什么呢 有点类似于python的写法是吧 python里面比如说一个条件 后面加一个冒号是这样的啊 是这样的啊 类似于python的啊 好 这么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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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